哈喽 大家好欢迎收看蓝猫说影集系列 今天我们来看行事走入第二季的第十三集咯 很快又来到了大结局 伙伴们记得订阅频道 并且点击小铃铛哦 上一集说到 好兄弟自导自演 干掉刷晕少年 而且还想顾忌重施 对付男主这个眼中钉 然而 行目的男主啊 失破了这些诡计 于是便先下手为强 杀掉多年牢游 好兄弟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儿子突然出现 还为了救男主 亲手开枪 干掉行事好兄弟 故事开始 画面来到城市 大量的行事啊 被空中飞过的直战机吸引 结果啊 行事群就这样成群结队 穿过森林 来到了农场的围栏 最后 渐渐地迈向男主等人居住的房子 不知情的团员们聚在房子里 努哥和亚洲男回到房子 报告刷晕少年变成行事的事情 而此时的男主和儿子 对眼下的行事群危机浑然不知 儿子以为好兄弟是被行事偷袭 才会苟待的 便问男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男主面露难色 正在思考如何告诉儿子真相的时候 才发现 突然自己已经被行事群包围了 同时啊 房子里的人想要出来找男主等人时 看到外面的行事 才知道事情真的大条咯 这时啊 老婆发现 儿子不知所踪 吓得他脸都轻了 与此同时啊 男主和儿子因为行事泛滥 无法绕回房子 只好跑到谷仓里 但外面的行事越来越多 两父子该如何逃离呢 男主有个妙计 他不知从哪里拿出汽油 淋在古仓的稻草上 接着 男主让儿子爬到二楼 自己则打开古仓的大门 让行事群进来 等到男主爬上了二楼 儿子随即丢下打火机 古仓顿时烧了起来 外边的团员看到大火 急忙各自开车 围绕着古仓 想要杀死所有的行事 保住家园 机智的努哥看着熊熊烈火 马上就联想到应该就是男主放的火 于是 便吩咐农场的少年 去后方接男主 而男主果然就在后方等待救援 两父子顺着房车 成功跳离古仓 万万没想到 房车里的少年却不幸 被行事群给袭击 生吃了 另一方面 大量行事冲向房子 眼看就要沦陷 一伙人决定先离开 走为上纪 无奈呀 老头却誓死保住家园 死都不肯离开 老婆 卡罗和贝斯等人只好先行一步 在逃跑的路上 飞载的老婆被行事抓住 就这样被活活地吞食了 另外 卡罗被行事群逼入角落 豪财 安德烈及时赶到 卡罗才暂时保住了小命 万万没想到 安德烈身后来了一只行事 但安德烈毕竟受过训练 最后还是及时干掉了这只行事 然而 从老婆这里的视角 却只看到 安德烈被行事扑倒在地 一伙人以为他被行事抓住了 逼不得已之下 只好就这样开车离开 另一方面 亚洲男和Maggie开着一辆车 尽管想要回去救其他人 却被行事群给困住 最后没有办法 也只好先离开农场保命 现在农场里只剩下老头 迟迟不肯离开 似乎想要跟行事群同归于尽 豪财 在最后关键一刻 男主赶来这边 救了老头一命 最后 男主 儿子和老头 开一辆车子离开 努格则及时救下卡罗 结果只剩下可怜的安德烈 一边逃跑 一边射杀行事 情况看来实在不妙 到底他能不能够逃过一截呢 团员们被突如其来的行事袭击 毫无反击之力 最后 只能各自逃离 保住性命 男主 儿子 和老头的队伍 来到了之前索菲亚失散的高速公路 期盼其他人 也会来到同样的地方集合 然而 却一个人影都没有 这个地方 随时会有行事 死地不宜久留 正当男主丧失希望 打算带儿子离开的时候 努格突然开着摩托出现 其他车子也陆陆续续来到这边集合 所有存活下来的人 总算聚集在一起 这次的灾难 有三人受害 好兄弟 非宰老婆 和农场少年 当然 还有就是大家都以为死掉的安德烈 此时的安德烈 在森林里拼命逃跑 同时还要射杀行尸 但不管人类多强壮 跑一跑就累了 行尸却不同 体力耗之不尽 安德烈明显处于劣势 结果 安德烈很快就陷入了危机 一只行尸把他扑倒在地 筋疲裂尽的安德烈 只能坐以待毙 就在这个时候 后方一把武士刀 利落地切断了行尸的头颅 迟到人的身旁 绑着两只没手没脚的行尸 这个神秘人 一看就知道不是个普通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回到男主这一边 车子开了一段距离后 便耗尽了汽油 男主决定 所有人尽管将在大马路过夜 第二天一早才去找汽油 大家不知道是受惊了还是怎么样 竟然对男主的决定诸多意见 说绝对不能在这里过夜 但男主认为 大家男主聚在一起 不能再各自行动了 一二天天亮了 才去找汽油 这才是当前的明智之举啊 接着 努哥提起摔晕少年的事情 他明明是被人扭断脖子的 身上没有伤痕 却变成了行尸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男主听了 勉路难测 欲言又止 最后 才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实际上 所有人都已经被病毒感染了 意思就是说只要人一死 不管有没有被刑尸咬伤 都会变成刑尸 这件事是之前在疾控中心 科学家临死前告诉男主的 而男主之所以没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一来是因为不知到底是真是假 二来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男主故意隐瞒这个事实 所有团员们纷纷投来不信任的眼神 看来大家都对男主的领导能力有所质疑 老婆想要安慰男主 但此时的男主早也按捺不住心中压抑的情绪 直接说自己杀死了好兄弟的事实 男主如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老婆 然而老婆不但没有安慰男主 反而还生气地推开男主 眼神不仅愤怒 甚至还有些厌恶呢 可怜的男主不仅被团队质疑 军连老婆也抛弃了他 好了 夜晚降临 一伙人在户外露营 卡罗文努哥 我也还要屈居于男主 而Maggie也认为自己应该出去搏一搏 似乎所有人都不满意男主的领导 唯有努哥表示 男主是个好领导 他认为没有问题 这时啊 在灵力传来声音 悲公舍影 大家又害怕了 说要离开这一边 看看这些无知的团队成员 男主终于忍不住了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自己是为了保全团队的安全 甚至亲手杀死自己的好兄弟 所有人听了露出震惊的样子 男主接着说 有谁认为分开团队会更加安全的 尽管走啊 看看你们能走多远 这时啊 所有人反而不敢吭声 也不离开了 最后 男主说了一句 丑话说在前头 想要留下的人 就别再指望什么民主了 而镜头带到远方的一座监狱 第二季的大结局也就这样结束了 我靠 这个大结局来得好意外啊 本以为与世隔静的农场 在一夜之间被刑事群攻陷 男主被逼杀死自己的好兄弟 心情也明显有了变化 不再是以前的烂好人 男主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下一个好兄弟 成为团队里的独裁者呢 另外安德烈被一名看似超强的神秘人救下 对方到底是神是鬼咧 而画面的最后 大家到底坐监狱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伙伴们记得订阅频道 准时收看下一集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